哎 来了 是不是很奇怪 这些奇形怪状包裹都是些什么 觉得是手机的就磕个一 觉得是九的就磕个999 这事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韭菜实验室 我是杨阳 我们说到粉丝投稿 说在屁X上面看的有那种所谓的 官换新机 比新机价格能少三分之一 不想当韭菜 踩坑我们来 今天我们就去买它舞台 看这种所谓的官换机到底靠不靠谱 会不会翻车 第一家店 64G的8plus它卖2088 看这个商品详情图 隆隆的国产山寨机的味道 最后它非常嫌疑的就是买家须知 就是一些售后政策 除了屏幕主板摄像头以外 全都保修 嗯 有点东西 然后这里面我看也没有讲到官换新机 问问客服吧 我靠 这商家真的很热情 我觉得 一下子有没有发这么多解答 差点就被它热情感染了 不过冷静 不能这么快下单 再多问问 我想起来买家虚实能有项说的是 最近骗子猖獗 手机被调包的事件频发 看来这年头 卖手机生意也不好做 应该是受过了伤 那我们也就废话少说 直接下单 第二家店 它8P卖都是2088 这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大大的七天无理由 而且琳琅满目一堆赠品 居然还送南亚耳机 嗯 这个值得尝试一下 而且这家店还详细地解释了 什么是官换机 怎么辨别官换机 看来这个商家是个正经做生意的 数据为我们消费者着想 但最后一个买家须知 这不就跟第一家店一模一样吗 它就是糊了一点点 算了不管吧 我们就直接下单 第三家店居然卖2288 东莞是十年手机实体店 嗯 商品商情就这么点 看来还是得问问客服啊 我第一次买苹果 你可不要骗我 嗯 我们开店做生意 又不是做一次性生意 嗯 这么良心啊 那我选它相信你们 嗯 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 但是好不容易赚点钱 怕打水漂 你们可被骗我了 嗯 我们做生意不是做一次性生意 手机这东西骗不了人 好不好用一两天就知道了 看来 他对他们家的产品 那是很有信心的 而且 这个商家也太良心了 还为新手着想 还教我们方法怎么验击呢 太感谢了 别人都劝我买四五千的剂子 我拿一个钱 太烦死了 还是老哥你好 谢谢信任 嗯 沟通很愉快嘛 马上下单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第四家 第四家店 11年老店了 卖2088 价格上差不多 甚至送的配件都差不多 商品详情都是一些 真机实拍 直接看买家须致吧 哇 这家店居然保 360天的主板保修 而且终身成本维修 客服这边呢 呃 这老哥没啥反应啊 回答也都是 好的 是的 放心 可以 没意思 下单下单 第五家 8plus卖1898 劝后还减了10元 是最便宜的一家了 拉下来先看到的这个 温馨提示 上面写着 发过去的机器 要是升级了14系统 就不能再退回了 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啊 下面还有一个质检报告 这女孩说了 如果需要走司法途径 只支持深圳市区的法院机构 哇哦 吓人哦 蓝山必胜客吗 那我们就来会一会这个客服 2000 years later 这个客服不回复啊 连消息都不看的吗 声音太好了可能 那咱们也就直接下单 好了 五台机子下单完毕 在下单后的第一时间呢 我们马上给每家店铺 致以了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那店家们自然也是非常开心 希望他们能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 现在五台手机呢 都已经到货了 虽然这些包装都有一点 奇奇怪怪的哈 废话少说 我们打赢了知乎大V 李培诗学长的验机教程 咱们就直接开箱验机 第一台机子 第一步 使用艾斯验机助手检测 没有问题 型号呢 也显示是关换机 嗯 稳了 但 但这个教程里面说啊 必须再用杀漏再验一次 这台机子有可疑项目 免拆过滤设备 电池也被更换过 翻车了啊这是 下一步 再查接下发现 还是美版的 而且是零售机 并非关换机 这第一台都这样了 让我不得担心后面的 大家觉得 这后面的会不会翻车呢 第二台机子 依旧是艾斯检测全滤 但是到了沙漏这边 显示免拆过滤 而且电池 前置 后置 甚至显示屏 都显示有异常 这么多的数据都被改了 真的厉害 再来看GX这边 也显示的是 美版零售机 非关换机 这家店还给我们普及关换机呢 看来他们呀 这是重新定义了关换机 第三台 使用艾斯和沙漏检测后 免拆货率 电池修改过 而且这台机子 直接不装了 摊牌了 直接告诉你 我就是零售机 还是日版的 这家也太敷衍了吧 你好歹也上掉新 改个关换机嘛 这就是东莞市 十年实体店的破例嘛 咱们再来看第四台 不愧是东莞十一年闹店 燕机结果 国航零售机 换过电池 GSX查询出来也是 国航零售机 而非关换机 最后一台机子 显示零售机 甚至是充电次数 都快达到一千多次了 这电池都要费了呀 妥妥的二手啊 GSX呢 国航零售机 非关换机 全部翻车 大家请把惨字写在公屏上 骗数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呢 燕机的方法都是统一的 我们拿到了 李培石学长的授权 大家可以在韭菜实验室 微信公众号发送 燕机 即可获得燕机手册 以前 我们都是七天五日都退掉 吃个哑巴亏就算了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要抗争到底 请大家多多给我们三连投币 支持我们这次的维权行为 我们也相信 XX官方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啊 不给退了 影响二次销售 要拒收 我的投诉怎么都消失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